卧薪常胆是个传说吗? 勾剑是春秋时期吴月争霸的最终影响。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诸侯争霸中,岳王勾剑凭借坚强不屈的毅力和忍辱负重的耐力最终获胜,留下了许多为后人称道的典故。 这其中最为称道的当时,卧薪常胆的故事。 然而关于岳王勾剑,是否真的曾经卧薪常胆,却是众说纷纭。 有的说他从来没有卧薪常胆,有的说他卧薪而没有常胆。 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? 难道这个流传千古的地方发愤图强的典故,竟然成了欲盖弥彰的弥天大黄? 首先从历史典籍来看。 左传和国语成书年代较早,并且其中记载的史实也较为可信。 因而,教具有参考的价值。 而两本史记中无论哪一本,在讲述勾剑的生平事迹时,根本没有记载岳王勾剑卧薪常胆的行为。 到了西汉,司马迁在史记《岳王勾剑世家》中有这么一段话。 无计赦岳,岳王勾剑返国,乃苦身骄丝,致胆于坐,坐卧即养胆,饮食异常胆也。 司马迁的话是非常明确的,勾剑确实有常胆的行为。 但卧心呢? 司马迁笔下的苦身,是不是就是指的卧心呢? 司马迁并没有给出更为详细的交代。 东汉时期,袁康吴平作《岳绝书》,赵叶作《吴岳春秋》,这两本书虽然是专门记录春秋时期吴岳两国历史的书,但它们却只是以先秦历史为基础,又加上了小说家的荒诞想象。 《岳绝书》中《卧心》、《长胆》都未被提及。 《吴岳春秋》中的《勾剑归国外传》,也仅仅提到《岳王勾剑》,玄胆在户外,出入皆长,不绝于口,而根本没有提卧心一事。 首先把卧心、长胆,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用的是苏氏。 他在《你孙权答曹操书》这一带有游戏色彩的书信中,说孙权曾卧心长胆。 但真正把卧心长胆用在勾剑身上,并使之广为流传的是众多的文学作品。 明朝末年,在传奇剧本《幻杀记》中,梁晨渝对岳王勾剑卧心长胆的事情,进行了大篇幅的描写。 清初,吴成全在《刚建一之路》中写道,勾剑叛国,乃劳其宁思卧心长胆。 后来,明末作家冯梦龙,在其刊课的历史小说《东周列国志》中,多次提到过勾剑卧心长胆的故事。 正是这些文学作品的描述,让岳王勾剑卧心长胆的故事家喻户晓,广为流传。 但其真实性还需要进一步考证。 勾剑长胆是确有其事的。 《史记》和《吴越春秋》等史书都明确提到过。 而关于勾剑卧心之说,却是惊人误解了古人的记载。 这里的卧心,并不是指躺在柴草上睡觉,而是用潦草刺激自己的眼睛,使自己不至于犯困睡着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卧心也是存在的。 事实上,研究勾剑究竟有没有卧心长胆? 史书记载的卧心,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卧心,有什么不同固然重要。 但更重要的,却是学习勾剑坚韧不拔,百折不挠的精神,正是这种精神帮助勾剑战胜了吴国。 岳王勾剑忍辱负重,卧心长胆的故事,也成为历代华夏儿女的英雄榜样,激励着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义士建功立业,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,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